副總統賴清德出訪 過境美國紐約 勝負黨以私人形成名義 到大聯盟紐約大都會球場 看他最愛的棒球比賽 助美代表蕭美琴全程陪同 一、二、三 乾杯 兩人開心大旦熱狗寶配可樂 賴清德也入境隨俗 穿上背號一號的棒球衣 蕭美琴在自己臉書po出 和賴清德穿球音背影照 兩人分別穿一號跟十一號球衣 立刻引來網友聯想 是正副總統候選人代號嗎 難道是某種預告嗎 瞬間上萬人按讚 讓外界好奇是否暗示賴蕭沛成形 如果賴清德選擇蕭美琴擔任副總統 當然是一個非常加分 非常好的選擇 蕭美琴他是希望能夠把他的心力 放在為台灣拼外交這件工作上 對於擔任副總統 坦白說他是千百個都不願意說出口 據了解賴政營確實希望促成賴蕭沛 也正在溝通中 但蕭美琴謝階段仍以外交工作為重 賴清德目前正出訪拼外交 而他日前也接受外媒專訪 在萬里老家外頭暢聊各項議題 像是推動多元貿易強化經濟韌性 區域情勢方面維持台海和平 符合世界利益 也再度強調這場選舉分成國際交流 深化民主道路或是接受一中跟中國戰一起 紅波新聞報導內容也提到 賴富是最有可能贏得這場選舉的總統候選人 未來將自律加深與理念相親國家的合作 未來希望國際社會能正視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賴清德外交方針 蕭美琴是否助力 賴消配不配成為綠營最關注焦點 三星期五 劉愛健 由台北參謀導